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 中国未来规划建造的超大型航天器相当于10个国际空间站或三艘福特号航母那么长 中国航天专家分析称 想要建造超大型航天器 除了可以想见的巨大人力和物理需求外 从该项目指南中也可以看出还必须克服海量的技术难题 目前国际空间站是人类建造的最大航天器 考虑到千米级超大型航天器的复杂程度远超国际空间站 它的建造难度更将其合计增加 超大型航天器建造难度虽然大 但它的应用前景也非常广阔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空电站 这种运行在3.6万公里高度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超级空间站 通过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 再依靠微波或者激光传输到地面 可以全天候大规模发电